嘎玉他跋山涉水为了调查藏羚羊猎状况 不惜以身犯险 日泰他毅力坚定多年来坚守在可可西里 是队长更是英雄 嘎玉本是北京的一名普通警察 为了调查藏羚羊猎状况 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来到了神秘的可可西里 日泰是可可西里寻山队的队长天葬仪式上 嘎玉这个记者被接纳进了寻山队这个集体天葬 是为盗猎者残忍杀害的寻山队员举行的 日泰带着寻山队准备再次出发 是要抓到可恶的盗猎者 每一次告别都像是永别 因为可可西里比像是个禁区 去了却很可能逐发出来 嘎玉作为记者当然一起随行 盗猎者神出鬼没 寻山队一路寻找 却只看到了被残忍的剥下皮的 成百上千只的藏羚羊的骸骨 一切都是那么触目惊心 寻山队员顺着蛛丝马迹在可可西里上奋力追踪 终于抓到了一伙盗猎者的帮凶 以马站林为首的剥皮手 这群人为了少得可怜的每只羊五元的价格 将丧林羊的皮残忍剥下 丧林羊的皮毛被找回 可是盗猎领头人还在逍遥法外 寻山队继续追寻着盗猎者的足迹 马站林这一群剥皮手 被寻山队带上了车准备回去处置 可可西里的恶劣程度难以想象 环境越来越恶化 汽油耗尽 食品短缺 寻山队不得不放了马站林一伙人 让他们自己走出山去 这伙人心知肚明 走出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被放了代表着死亡如影随形 御太队长为了寻山队的兄弟迫不得已 决定卖出去一些丧羚羊皮 嘎欲质疑这难道不是犯法吗 可是没有补贴的寻山队 被困在可可西里的寻山队如何存活下去 刘栋为了寻山队的物资 去找到了自己做妓女的女朋友 从他那里拿到了钱 两个人之间是没有未来的爱情 去购买了物资的流动 开车去寻找寻山队的路上 却不幸遭遇了流沙 流动绝望地陷进了流沙 荒凉的血缘上 留下的是散落的物资 与流动挣扎的痕迹 日泰终于找到了盗猎头子 这时候所有的队员都已走散或者死亡 只有嘎欲还紧紧跟着自己 盗猎团伙众人多势众 日泰与嘎欲被包围了起来 然而这时候日泰依旧面不改色 他让盗猎头子无法认罪 面对盗猎头子的利益诱惑 面不改色 对峙中不知谁开了一枪 日泰中枪倒地 残忍的盗猎者 又狠狠地向日泰开了几枪 日泰就这样被残忍地杀死 死里逃生的嘎欲 在侥幸活下来的马湛林的引路下 带回了早已冰冷的日泰的遗体 又一次葬礼仪式 这一次 寻山队再也没有队长 可可溪里是华裔兄弟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剧情片 由陆川直道 多布杰 张磊 齐道等主演 2004年10月1日 该片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讲述了记者卡域和寻山队员 为了保护可可溪里的藏灵羊和生态环境 与藏灵羊盗猎分子顽强抗争 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故事 2004年 该片获得了第1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第41届台湾金马电影奖 最佳影片等奖项